因为当你今天改成这个数值的时候 有些格子是不会被改的 它会变成ARO 我先还原一下 我先还原 请仔细看这个第28列 伊拉克 本来它是什么 请问总计里面它会出现文字 会出现什么文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我现在先关掉 就是等于说是还原到上一个动作 好 我们拉下来去看第28 有没有看到28 这条横线 它是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 因为它不是数字 所以当我今天刻意把所有的文字改成数值 它就会产生变成错误了 请问一下 这个横线各位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没有就对了 对吧 看你要不要功夫一点 把横线取代为零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我真的要告诉你 如果说零分跟缺口这么容易区分 那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资料分析师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听得懂 就像例如说我常常在问那个医生 就是跟我合作的医生 我说为什么这个人他进入急诊室 他的昏迷指数 第一个关卡一定要做的昏迷指数 是空值 他说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啊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病患 救人都来不及了 你还去管说他体温多少度 现在是救命要紧 还是让你去检查他体温呼吸几次来的重要 听得懂吗 当然是救人 所以根本那些该做的程序不做了 先救人先救命 因为他已经欧卡 已经到院前就已经停止呼吸了 你这时候还管他体温几度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可是资料分析师 如果不是念这个医学的 他根本就听不懂 他就以为没有 就把它当做可以当做零吗 不行 昏迷指数没有零 昏迷指数最低是一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保险的做法 资料科学家 他就只能注尽 error就是error 听得懂 不要去做任意的取代 你要取代 可以 请说明清楚 好吗 等一下麻烦请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请把这个ABC 改成整数 总计的ABC改成整数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 常用 关闭并套用 就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